民眾黨總統參選柯文哲 在下午來到了老家新竹 舉辦這一場的新書發表會 現場上百名的支持者 大家都好嗨 有人飛撲熊豹 還有人拿著玩偶要他簽名 不過最大的彩蛋 就是要選新竹立委的包妹柯美蘭 也有來到現場 他喊話希望哥哥幫他站臺 在新竹舉辦新書發表會 才剛踏入會場 就看到粉絲朝自己飛撲 還送上大大擁抱 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 嚇得拍拍胸口 但這表情怎麼跟他一模一樣 拿可達鴨要簽名 新書讀者分享宛如粉絲見面會 還有人拿Q版漫畫 柯文哲通通來者不拒 平均八秒簽一本 連合照都講究SOP 不過現場最大亮點是他 包妹柯美蘭特地到場 人氣跟哥哥一樣高 在簽書會旁邊排起一條合照人籠 我拿我柯的書來簽 下次你也出書 然後叫朋友給大家出 認不住虧了一下展現兄妹好感情 只不過當前藍白河局勢混沌 柯文哲不排斥當公共財 服選國民當小雞 同樣要選立委的柯美蘭 但不擔心柯文哲幫對手 正正前站台 我哥哥一定會幫我的啦 你想也知道嘛 勤理法勤理法的一個做法 不可能說氣妹妹於不顧 我覺得那是不可能的 你也會找柯董或的是紅綠那邊嗎 確定 如果他願意幫我站台 我都覺得很棒 你要順便幫他拉票嗎 我再問一下 你如果要拜他報名去選137 柯美蘭有胡黨籍參選 試圖吸納中間選民 力求選票最大化 但有柯文哲光環加持 卻沒有民眾黨澳元 還得看這個選戰策略 會在新竹造成核種化學效應 解釁俊庭 學學話 盧靜從報道 破到賞 熊 嗅 替 英文 東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